清末 富州城里有户姓钱的人家 钱家三代钱也算是富裕人家 可是到了钱大有这辈就没落了 家里不但穷的叮当响 赶上饥荒年月 每米下锅是常有的事 那年 钱大有六岁的儿子生痘症 家里连买桑叶猪尾的药钱都没有 妻子抱着生病的儿子一边抹眼泪 一边埋怨钱大有窝囊 钱大有听得心烦 就扛起掘头 赌气来到了钱家旧祠堂 当年前家兴旺时 逢年过节钱家祭祀祠堂时 总要在周围的土里埋些金银钱财 图个吉利 后人无意中翻土袍地 还能挖出金刻子 银饺子 早些年 家里揭不开锅时 钱大有就来翻地 如今祠堂早已经被他挖了个遍 这次他抱的一身臭汗 连个童子也没挖到 钱大有又累又气闷 就举起掘头往旁边歪倒的 手门石头狮子身上狠狠磕了一下 掘头磕在石狮子上 竟然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仿佛石狮子里面是空心的 钱大有打了个机灵 小心磕碎一脚 仔细查看后 发现石狮子的腹内竟有一个枕头大小的白玉老虎 玉虎雕工精细 栩栩如生 一看就值不少银子 拿出玉虎后 欣喜若狂的钱大有又伸手掏了半天 石狮子腹内再无他物 只有腹内石壁上刻着几行小字 大义是钱家祖宗知道腹不传三代的道理 因此藏了这只玉虎 后人如果穷困 可以拿玉虎去换钱才渡过难关 不过等日后家业复兴 务必赎回玉虎 钱大有又惊又喜 匆匆去了当铺 走出当铺时 玉虎已经变成了几百两白花花的银子 回到家里 钱大有跪倒在祖宗排位前 指添蒙事 托劳祖宗的福 我钱大有终于能渡过难关了 等日后家业振兴 我一定赎回玉虎 有了本钱 钱大有做起了茶叶买卖 钱家祖上是做茶叶生意的 幼年时的耳濡目染 使钱大有对茶道也算懂行 没过几年 钱大有就发了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敲锣打鼓 把玉虎从当铺里熟了回来 这年闹起了太平军 天下大乱 一天早上 伙计刚打开门 一下子涌进一伙官兵 剑钱就抢 玉物就拿 整箱的上等茶叶就往马车上班 临走时 为首的左领将军横着蛤蟆眼 丢给钱大有一张榜文 朝廷有令 让我们来借些良想 钱大有看霸榜文 傻了眼 原来 朝廷的八旗兵打不过太平军 救命各地组建露营汉军去评判剿匪 打仗要用兵 用兵就要发良想 发良想就要钱 朝廷没钱 就下了一道榜文 让打了胜仗的官军去城里的商家附户礼戒 说是借 其实就是明目张胆的墙 钱大有辛苦赚下的家业和满铺子茶叶 就这样被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兵借走了 望着一地狼藉 钱大有欲哭无泪 铺子里新进的石车茶叶早已经有了主顾 而且定金都已经收下 如今钱也没了 茶叶也没了 拿什么赔偿给人家 第二天 他独自从后院的地窖取出白玉老虎 回到房里 钱大有摩缩着玉虎 百感交集 如今只有在用这玉虎了 可玉虎虽然值钱 也不过七八百两银子 石车茶叶要赔人家两千两 就是把玉虎拿到当铺当两次也不够啊 正在他左右为难时 突然手掌接触到玉虎的腹下有凹凸感 便借着屋外的光线 发现玉虎腹下竟然刻着一行细微的自己 如玉虎能力有限 不能帮后人渡过难关 用铁锤碎枝 必有解救之法 钱大有吓了一跳 这白玉不同于金银铜铁 一锤子下去还不砸个粉碎啊 到时别说七八百两银子 就算白送也没有人要 犹豫再三 钱大有找了一把铁锤 一咬牙 一闭眼 玉虎哗啦一声 碎成了一堆 钱大有心尖子一抖 刚要后悔 却发现碎玉里竟然有个绿莹莹的东西在闪光 他不禁惊呼一声 那玉虎竟然也是空心的 里面藏着一只用绿翡翠雕琢的拳头大小的翡翠雀儿 白玉虽然值钱 也比不上这上等绿翡翠 凭借这只翡翠雀儿 钱大有总算赔偿了主顾的定金 那些老主顾理解他的苦衷 生意未受大的影响 因此两年之后 钱家又兴旺了 钱大有又重新从当铺赎回了翡翠雀儿 这年夏天 钱大有的茶铺来了为姓杨的年轻公子 杨公子出手阔绰 每次来茶铺总会买走一大批上等茶叶 还精通茶道 与钱大有很谈得来 一天 杨公子又来造访 钱大有刚要吩咐伙计泡茶 那杨公子却笑嘻嘻地从怀里掏出一个茶囊 神秘地说 钱老板 我每次来都喝你的茶 你今天也尝尝我的茶 钱大有吩咐伙计七来开水 杨公子打开茶囊 只见里面的茶叶呈黑色 如同晒干的蚕虫 杨公子先用净水洗漱茶碗三遍 然后用一只木夹子 小心夹起一片茶叶 搁置在茶碗里 之后漆上开水 那片茶叶在开水里翻滚浮动后 逐渐由黑变黄 慢慢舒展 最后竟然如同一弯新月 同时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溢满茶室 好茶 钱大有深吸一口气 忍不住赞叹 杨公子笑了 他告诉钱大有 这茶名叫女儿茶 临走时 杨公子把半囊女儿茶送给了钱大有 钱大有是那女儿茶如珍宝 从不轻易拿出 逢年过节采取几片茶叶待客 这天 钱大有正跟几位茶客谈茶论道 门外人宣马斯 钱大有正疑惑间 就见一根锁链往他头上套住 几个牙翼不由分说 把他押上了府牙大堂 钱大有大喊冤枉 知府大人冷笑一声 把一包东西丢在地上 这东西是你的吗 钱大有一看 正是杨公子送给自己的女儿茶 就点头说是 知府说 那你就别喊冤枉了 他告诉钱大有 这茶不叫女儿茶 其实叫太平茶 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卿最喜欢的茶 那杨公子不是什么茶商 而是杨秀卿的小儿子 钱大有胆敢与叛贼通商交友 最该满门抄斩 钱大有被关押后 儿子钱贵赶紧上下打电 不久 银子流水似的进了那些大小屁员 诗业文书 狱卒衙衣们的口袋 唯独知府大人是块难啃的骨头 银子他不稀罕 那只翡翠雀儿送进去 知府也原样退回来 钱大有思索良久 让钱贵回家 仔细瞧瞧那只翡翠雀儿 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蚊子之类的东西 钱贵回去看了半天 终于在翡翠雀儿的翅膀上发现了三个字 再碎之 钱贵大惊 钱大有说 祖宗的话没错 你敲碎就是了 翡翠雀儿敲碎后 里面果真藏着更值钱的东西 一只血玉螳螂 血玉是玉中至宝 天下罕见 价值连城 知府大人收了血玉螳螂 不久 钱大有私通叛贼的罪状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最后轻叛了事 经过这场辟思 钱大有对事事灰心丧气 于是卖掉茶铺 举家搬到了外地 十年后的一个冬天 大雪漫天 钱大有正站在门外赏雪 远处走来两个差役 压着一个扛着枷锁的囚犯 囚犯披头散发 衣着单薄 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钱大有动了侧瘾之心 就拿了几个热馒头递给囚犯 还给了他一件棉衣玉寒 囚犯满心感激 趁差役不注意 悄悄塞给了钱大有一个纸包 钱大有回家打开纸包 惊得目瞪口呆 里面竟然是当初为了保命 送给知府的那只血玉螳螂 钱大有猛然想起 那囚犯的模样 不正是以前的知府大人吗 钱大有看着那血玉螳螂 突然放声大笑 笑了半嗓 慢慢歪倒在地 当晚钱大有病重 弥留之际 他叫来儿子钱贵 指着那只血玉螳螂 张了张嘴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不久便咽了气 埋葬了父亲 钱贵守着那只血玉螳螂 动起了心思 他怀揣那只血玉螳螂 来到当铺 谁料掌柜的看后 却摇头说 这只血玉螳螂的确是天下至宝 可由于保存不善 血玉曾经沾染过会晤 因此坏了气脉 螳螂的一只前腿受了磕碰 因此坏了品相 既破气脉又坏品相的血玉 一钱不值 钱贵听完傻了眼 回到家后 媳妇见他一脸苦瓜相 就点着他的额头说 真是猪脑袋不开窍 你忘了咱爹当初是怎么发现这血玉螳螂的 媳妇的话点醒了钱贵 说不定这血玉螳螂里面还有更值钱的宝贝呢 想到这里 钱贵再也按捺不住 赶紧拿来一把小铁锤 一下子就把那血玉螳螂砸得粉碎 之后在岁域里一阵巴拉 果真找出了一个指头大小的七色玛瑙雕刻的金蝉 钱贵明白 玛瑙并不稀奇 可这七色玛瑙却是世间罕见 小两口如获至宝 小心地把金蝉放进一个小盒子 钱贵出门打酒 媳妇忙着烧菜 准备好好庆祝一番 呼听屋外哗啦一声响 把两人吓了一跳 钱贵下意识地去摸放金蝉的盒子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他大叫一声 跳到屋外 只见八岁的儿子手拿一把铁锤 正笑嘻嘻地看着他 而那只价值连成的七色玛瑙金蝉 早已经变成了一堆碎片 钱贵气得浑身颤抖 一把揪住儿子的衣领大吼道 小畜生 你干得好事 儿子吓得哇哇大哭 我看你们从螳螂里砸 砸出了枝馋 我想看看馋里还能砸出什么 钱贵鼻子都气歪了 你砸出了什么 儿子怯生生地瞪着无辜的小眼说 里面除了碎石头 啥也没有 你你你 钱贵望着碎成一地的七色玛瑙金蝉 狼嚎一般惨叫一声 我的宝贝 祖宗给我留下的宝贝啊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